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影頭志業,我是阿欣 我是阿欣 今天阿欣和阿欣離開了珠海中山 我們今天衝出達華區 我們今天來到清遠 我們去做什麼呢? 我們身後就是溫泉 但是我們今天是過來看樓宇 在我們這個新人打溫泉的旁邊 今天有一個時代領風 叫做時代領風 這個項目時代的開箱商叫我們很多次過來看看 因為這裏將會是一個新的賣房熱點區域 我說為何呢? 然後他就和我介紹了一大輪 我今天就和大家一齊來詳細的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 就是在清遠的新銀站的溫泉度假村 大家都知道我們清遠的溫泉是非常出名的 還有我們還有飄樓 還有水晶工之類的應得旅遊區域 很出名的 最重要也不是這個 最重要是 清遠雞 沒錯 想你也流流水 看看這邊 浸完溫泉還可以在這裏吃飯 正呀正呀 然後我們旁邊那邊還有一間大橋底的鮑魚燜雞 其實清遠是很多美食的 又好吃又好玩 我們其實在城市 大小小的那些一線城市人的眼中裏面 覺得清遠其實就比較軟 對啦比較穿一點 對啦 然後就覺得沒有這麼繁榮 但其實原來不是的 清遠這邊的話是一個很舒適的度假城市 並且的話真的超高性價比 我們在這裏吃吃玩玩的價錢都很便宜 比中山還要便宜 你猜都猜不到的 消費標準 四個人吃六個菜才八來兩百元 兩百元而已 有雞呀有排骨呀什麼都一樣 然後這邊又多玩玩 又有休閒 又沒有那麼多車 又不會經常塞車 沒錯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地方 還有這裏的話 它未來將會有一個新的長龍 在清遠 你沒有聽錯 我們廣東省內除了廣州 除了珠海之外 第三個長龍將會就在清遠 清遠這個位置 而且這個長龍規模就厲害了 全亞洲最大的長龍 比我們原來廣州的長龍 大12倍 然後比珠海大24倍 還要大過迪士尼72倍 是不是聽到都覺得 好恐怖呀這個數字 規模超大 我們今天看的這個項目 就在我們新的長龍的附近 我們現在就一起出發去看看這個項目 探訪一下 好恐怖呀 在吉他 看得到的 by bwd6 事代宁峰是为国家高新区核心对建 我们这片区是清远清城区的国家高新区 难免与我们广州花刀 东面就是我们的真诚和重化 从地理环境来看最接近广州 最大程度可以享受广州产业 和人口外益所带来的控利 港青仰市政府提供这些 所以从2012年开始提出港青一体化 2017年正式将清远当作广州一部分建设 2022年8月5日正式将这片区纳入为港州都市圈 可以看高速路口方面 交通一体化方面 你可以看到横向有佛青松高速 珠山角横线高速 更向有港青高速和经港岸高速 将两地的通勤时间缩短为一个中头范围 基本上你一个钟头都可以范围 你最远都可以去到海珠区这边 半个钟头可以去到花刀区 40分钟去到六百云区 轨道交锋方面 港青仰市政府就建设一条位港青城制 港青城制已经是通车 目前最近的一个站就是银站站 上车之后不需要扣费进车 只要打开你的港州地铁二维码 直接数码上车 7分钟可以到达斯林站 20分钟可以到达花刀北站 30分钟可以到达我们的白云机场 最难的中点站就是白云火车站 目前暂时离通车 预计通车之后 由银站站到白云火车站 持续30分钟车程 可以想言之 白云火车站是全亚洲最大的树楼中心 它比美国纽约火车站大成三倍 但周标楼价已去到365万元一方 港州北站这边都是花刀北站 亦是因为通车地铁九号算 所以周边的楼价都去到2-3万元一方 但我们时代领峰这边区 大概都是7-8千元 所以我们一半以上也住 都是来自这两个区位 因为比较受欢迎的客 如果特别最近我们比较多是 香港的国民里面 港人知道 它是怎样回到香港 由银站站出发去到港州北站 转成高铁 高铁去到港州南站 坐回西九龙高铁回到香港 全程大概1小时20分钟 或者由港州北站这边 换成了高铁之后 直至坐到深圳北站 那边回到香港 是很方便的 同时的 如果你说最快的 还有什么渠道 你可以坐直通巴士 最多我们的融创乐园 大概两个小时车程 香港有直通巴士 直至到这里 接着可以打点 直至分回我们的项目 大概60元的车程 很多港人比如老人家 他们不懂得高铁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这个路线 除了轨头交通方面 我们的产业一体化 都是十分之厉害的 我们国家高新区 也是百强高新区 我们项目周边 唯有成大产业 最出名的是 港青产业总投资 698个亿 总共吸引270个项目 超百姓的企业 都是来自港州 亦都吸引了世界500强 至少有6家 比如是欧派家具 环球控股 或者是萌牛鱼 腾上旋基地等企业 取来最近的产业 就是我们鸿兴公园 鸿兴公园有聚石集 田密欣强地址 最主要是生产汽车零配件 亦都是在这边 杀里会建成沉田汽培成 白云区的一个沉田汽培成 包括花都区 到时候会建成沉地2000毫的沉田汽培成 预计今年年底是一期工程 100毫正式投产使用 这个汽培成有一个特点 会建于国宿舍 所以如果周边的运工 及住的问题 会去周边楼片架架架 所以我们这边区的周龄市场 一直比市中心贵25%左右 我们这里可以租1500元三房 市中心可能1000元是5000元 或者500元都有 我們清遠這方面對產業十分重視 每年至少是投資5000萬去吸引一個人才寶貼 吸引人多些是清遠這邊置業的 同時我們的專利數量也是全國申請專利最多 其實是專利大物 希望產業員高新區以後肯定會吸引高質素的產業 引致我們清遠這邊投資 從而增加產業經濟和就業環境 政府有更好的收入情況下肯定會完善更好的配套 有好的配套自然吸引有更多產業員 是我們清遠這邊投資 所以我們清遠作為一個三線城市 會對比其他三線城市是更具競爭力的地方 這是產業提法 清遠作為一個旅遊城市的佔地是1.9萬平方 是廣東省排名第一 它被譽為優質的旅遊城市 所以說實話 廣州長龍是因為集團體重在我們距離 大概5公里範圍 是拿了8.9萬元的清遠長龍 清遠長龍已經是總投資超過300億 預計的話大概是6月份 它會正式開園 單純招騙人數去到達3萬人次 因為長龍進駐 其實因為長龍靜駐 所以吸引到長龍創圈的發展 國家直接撥款 投資到達8億 目前一級公正 8公里已經整好 總共是三個站 第一個站就是銀站站 銀站站隔壁是4A級的溫泉度駕村 而被譽為是低溫泉度駕村 即是低溫溫泉 即是不是光爐水 每年至少吸引人流量 已經是超過400萬人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銀站中心 商業圈那邊 有很多民宿酒店 養股至少是52家 很大量的民宿酒店 平時的話 接隔壁基本上都是賭亂的 第二個站就是蓮湖站 蓮湖站有製華園 到時會相當於包含用創的項目 到時有室內滑雪場 空中跳傘之類等等 刺激性的旅遊基點項目 還有歐塔萊斯購物中心 到時各大些視頻牌都可以購買 還不需要去到香港山亞 海南山亞那邊購買 第三個項目就是夢響谷 夢響谷是政府這邊打造的 到時會有餐飲一條街 飲食一條街 我們正在動靜樂園 機動遊戲都可以購玩 前樓的中點站 就是我們的清遠長路這邊 預計如果這片區 未來三至五年 全面整好之後 會帶動相關就業人士 超過10萬人次 這是成為全中國華蘭地區最大的文靈項目 這片區 這片區所謂未來 我們這邊的酒店行業方面 發展的潛力是非常之巨大的 今天講到我們的項目 我們項目的時代領峰戰地是12.9萬平方 戰中面積是46萬 由18棟住宅加2棟公園組成 總共是3685萬 是規模適中 中近品質小居 我們開發商是時代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已經在香港上市 股票價是01233 同時我們都採用 也是時代倫理 也是香港上市公司 在這片區唯一是商品牌 我們項目主要集中是大灣區 八雲火車站 八雲區、屯巴、花都區都有我們項目 但那邊的樓價 已經是幾萬元一方 但我們開發商 所統一的建築材料 裝修材料 我們籌一線品牌 線的項目 即是線城市的項目 一模一樣的質量 我們所用的物業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整個小區 業主不單是享受一線品牌的品質 和裝修品質 同時也是享受優質的服務 而且我們可以享受三線城市的價格 因為我們這些逼比 白雲區和花都區便宜很多 而且清遠一個沒有限購的城市 最低首富可以做到兩成 而且目前的利率都可以低到3.25 3.25已經是相當低的 我們小區的話 總共是採種典狀式布告 一族山中生的 有三個公園 一個休閒天地 一個親子樂園 和同門樂園 小區中間有一個1700方的遊園池 目前我們在手就是16棟小量的單位 以及17棟 85至189 3到4房 我家的位置 營焦松生是最近商業街的 於是以後我們這個營焦松生 賣完之後都會把這個商鋪 砌一套鋪賣出去 因為這個是商鋪完成的 我們公園樓下也有一個6000方的新鮮超市 到時超市開業之後 沿著海滿足整個市區的需求 我們市區有一個18班的商 英文有餘園 公園樓下也有公交站電 而是超市這方面 是滿足不了的 開設接錯工 九站兩站 到我們銀站中生村購物 銀站中生村購物 到時你都可以買到本地的 斗地青銀雞、烏中鵝、青唐鴨等 這些農產品 也十分之便宜 亦都會有虛日 我們這裏開車要多久? 開油門就去 一個油門就到了 因為前面有一個紅綠燈 這個位置有一個紅綠燈 看到牌坊 看到牌坊 到晚刻是特別旺 因為它周邊產業多 哪邊打工的人都是來自四海 所以銀站中生村購物 很多商菜和湖北菜 不同菜是老闆會開的 所以到晚刻是十分熱流的 你們晚刻可以去感受一下 同時這條就是圓龍大道 到時走下去 一條長龍大道 是截截到青銀長龍 我們項目距離青銀長龍 大概都是五公里左右 五公里左右 眾所周知 這個長龍骨其實在青銀 已經電池超過十年了 那時候規劃青銀地 一刻已經弄得七七八八 據聞聽說早期一期開園 到時會有山點摩天輪和機動遊戲水上樂園 第二個還有一個自駕 即是可以自駕去看動物 全場是三十八公里 你開車至少是一小時 會被整理全亞洲最大的場景力成功 現在那個酒店已經是封閉了 已經是封閉了 做差勢來裝修 目前開園時間都是以官方公佈為主 但裏面其實已經弄了七八八 最主要是現在政府 看哪個時刻會開業 因為你知道的 做宣傳是最重要的 希望都是一炮而紅 我們現在的價錢是如何 我們17棟的 目前價錢基本上都是六千八到七千五元 都是包精裝的 大概是明年五月份收留 好 我們管理費如何 我們工典費很便宜 按照清城區物格局規定 電梯樓是M8一方的 電梯樓是M8一方的 好 那我們上去看看時代單位 好 我們身後這個項目就叫做時代領封 這個項目就由我們的時代集團開發 並且物業都是用回我們這個時代萬業 商上市的一個開發商 我們進去看看這個項目 相信大家剛才看完我們前面的介紹 都對這個項目有少少的認知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這個項目的大概細節 我們現在整個項目 基本上我們正在賣的全部都是燃樓 是燃繩的 對 價錢就是八千多元的價錢 其實我們可以概括少少的 就是六十八萬總價 就可以買到三房 還要帶車位 沒錯 正裝修 對 六十八萬三房帶裝修送到車位 我們樓下的商業街都已經開了一部份 我們現在進去小區裏面 就看看小區的一個具體的情況 我們現在主要在售的是我們的十七棟 在我們由手邊這邊 十六棟都有部份美貨在這裏 其實主要的景觀來說 我們現在的視野面都是相當開副的 除了望花我們圓林景之後 這裏 我們望回後邊的一個山景 都是非常之美的 沒錯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大門口進來的 我們的這個花園 目前正在賣的16棟的一些美貨 以及最多貨量的這個十七棟 旁邊那一棟 你可以看到這兩棟都已經封了頂 甚至你看我們十六棟都已經住了人 已經有人入住了 對 這個項目佔面有130萬呎 然後佔面有495萬呎 也是一個大盤 整個項目有3000套的一個住宅 這個項目錄法率亦很高 百分之三十多一個錄法率 容積率有2.8 車位配備也是夠用的 現在買這個單位還有一個車位 68萬包買車位 其實這個價錢真是很划算 都算吸引 我覺得是 因為它這個青原這個位置 距離廣州其實真的非常之近 十多分鐘的時間 其實就可以直接到我們廣州的花園 是 我們這個十七棟對出來 還要是泳池 這邊就是我們的泳池景 泳池景這邊 整個泳池會在我們整個小區的中央位置 我們現時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大堂 Lobby的話 它兩邊是我們的信保障的一個位置 還有一些休息區 並且的話其實我們每一棟樓下的架空層 它都是那個泳池所 即是會放一些休息的桌椅 一些健身的設計 你看一下隔著我們的門 都可以看到它這邊的話 有招待客戶的一個地方 來看一看我們的這個環境 其實它這裏也很高 超高都可以的 很時代 這裏 時代的樓盤所有的裝修風格是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請這個設計師很省錢 一份設計是通融全國的項目 全國的項目 其實它的設計基本上都一樣 包括外立面 外立面 裡面的設計 護形 包括裝修 它的裝修是一眼就知道 這就是時代的風格 因為它的裝修是老闆專利的 所以它的裝修是一眼就知道 這一定是時代的風格 包括我們進來的大堂 挑空谷 其實也很舒服 很舒服 我們現在上去的話 就將會看到它的一個護形 我們現時的話 68萬送來車位的這個護形 它是一個80多平方的一個單位 這個是一個三房 80多平方已經可以做到我們的三房 我給大家一個護形圖 就是 85平方就是三房一圍 它的話就是一個三米六開間的一個客廳 然後房間的話它相對比較集中 衛生間是乾濕分離 這種是比較常見的三房一圍的護形 很傳統的一個常規護形 因為我們這個項目它是帶裝修的 目前還在裝修當中 所以大家看到的話就會看到我們一些施工梯 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棟樓的話它總高就是32座 我們的副一層就是我們的這個車位 停車位 對,停車位 買就送回這一棟的車位 下樓就是 非常方便 其實送車位這些都已經是少 我們這裏是有兩梯六火 沒錯 兩部電梯六戶人壓 這部份的話就是我們這個 98平方的三房兩圍 這邊就是我們85平方的三房一圍 兩邊就是我們的大護形 四房大護形 對,這邊就是我們最小的壺形 85平方 首先經過我們現在的防火門之後 這邊是有兩壺 兩壺 這邊是走火梯 對,現在進來兩邊看看 它都會告訴你我們的套內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贈送它還未計算 對 像這裏的話就是我們現在的入壺花園 其實可以說放那些鞋櫃之類 我們這裏的裝修的話它全部就裝好了 你可以在這裏臨出門 一鍵控制所有的全屋 整個屋的開關很方便 其實真的很時代 這些都是我們的一個交樓的標準 進來看看這個壺形 68萬輕鬆擁有 首庫都是低至幾萬元 首庫不多 進來這85方的一個廚房 用一個腰型廚房 雙升盤位其實腰型廚房是最好用的 同時非常清晰 進來整個餐廳和客廳來說 相對是比較傳統的壺形格 我覺得這個廚房 因為你已經有三米六五的一個闊度 都算舒適的 你看一下放了我們的茶几之後 這邊還設置了很多櫃的位置 你有沒有看到有很多組合櫃的位置 你都覺得是比較溫馨比較精緻的 沒錯 他拿了專利的這些裝修 看不見 這些 把管道全部在我們牆的頂部 所以你維修的話 就不用繞爛地磚 直接在這個護牆板上弄開就可以維修 這就是他拿了專利的一個裝修設計 我們這裡是一個陽台位置 後期的話 我們這個推拉門上方 還可以裝這個電動窗簾軌道 你過來看看它的露台 露台出來的話 其實這個露台不算長的 其實都闊新的這個露台 畢竟只有85個平方 沒錯 我們現在是實體樓 就是在賣這一棟 所以大家可以很具體感受到 它的一個尺寸比例 我們來看看三房一圍的一個設計 衛生間就做了乾濕分離 對 三段式乾濕分離設計 整個衛生間的面積 其實是非常之夠用的 這個面積 三間房 我覺得其實房間都不算很細 因為你可以做到塔塔米 因為85房你都已經可以做到三房 比例都算是OK的 主人房就相對會大些 主人房會英俊很多 因為它這個主人房 它是做了兩邊的一個長的一個寫字桌 三櫃位就設在我們入門口這個位置 因為我們寫過 它這張桌的面積是比較大的 比較闊身的 做了我們的電視桌 在這裡 這邊擺一個大的床 還有做到三邊的床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包括我們的爐桌 窗桌 都是贈送到給大家的 這個單位85平方 三房一為68萬 帶了正裝修 現樓還有包括車位 給大家 首付都不超過10萬元 幾萬元就可以輕鬆擁有 看了我們這個68萬的護形 你有沒有心動到呢 很棒的 最重要是車位已經是省賣了 車位都含過賣了 你就可以輕鬆擁有 再來看看我們大一點的護形 這個單位的話 它是一個119平方的單位 四房 對 四房 它就做了一個橫廳的設計 這個橫廳的話 整間屋內可以做到南北通透 動線亦都非常清晰 首先進來 你可以看到我們乾濕分離的公位 以及我們的兒童房 小書房 你看到我們整個橫廳的話 它的長度都是非常之闊落的 這個是舒服的 整個 它做了那個餐桌在後面也好 我們這個客廳的位置 坐在沙發這裏都是很舒服的 一些都不覺得壓抑 還有我們餐廳位 你甚至可以 其實擺到一個細圓桌 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擺一個六人的細圓桌 是完全沒有問題 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時代的話 它的廚房設計是很有特色的 對啊 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 吊頂櫃 適合亞洲女性的身高 亞洲女性的身高 其實是相對比較好 因為有很多吊頂櫃做得很高 要這樣才行 是啊 就比較麻煩 其實這個119平方的廚房來講 其實都是好像我們剛才85個小的放大板 整個廚房面積其實都很好用的 雙門的冰箱櫃位 甚至我們的露台的話 都是大露台來的 超過6米長的一個 超長大露台 空間好足 可以在這裡放一個小吧桌 晚上和你的另一半喝兩杯 看出去就是我們的泳池 舒不舒服啊 超美 我們進去看看城區的空間 我們的房間位 這個戶型因為它大一點 它的房間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這個是其中一個小客房 還有我們的飄窗台 這個第二個房間 其實跟剛才那個房間的一個面積 基本上是一樣的 都是用了我們飄窗的部分 去做了一個塔塔米的床 其實如果真的要做床的話 我們也要做一張比較大一點的 但是我們的面積是非常之夠 整間房間大概有十個方的 最後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時代的護形的設計真的相當之貼心 你看看我們的主人房空間非常之大 可以放到兩米大床之餘 這邊還預留了嬰兒床的一個空間給你 這樣的話 我們剛剛生了小朋友 又要照顧小朋友的話 你也不怕起野麻煩 這裡還有預留嬰兒床的位置 放了嬰兒床之後 空間也一樣是充足的 我們的裝修還配置了小夜燈等等 這些衣櫃位置也是很充足的一個空間 我們來到主人房的衛生間 看看林育區的一個大洗 剛剛好 這個護形的話 就是我們98平方的一個三房兩位 你看到這個護形的話 我覺得你會有一絲熟悉感 如果經常看我們視頻的朋友 這個廚房 其實它每一個 無論是85也好 都是這種U型 都是這種U型的廚房 都是大或者小 98也好 都做到我們雙開的一個 雙開的一個雙開的雙開 這個廚位的話 其實跟我們剛剛的85的廚位 差不多 都是3.65米 但是這個感覺上 少了一些櫃位之後 空間看下去會開闊 開闊了很多 可能也是跟你擺設的 傢俬的顏色搭配有關 但是這個護形的話 這個視角效果就漂亮了 看看 這個景是真的漂亮很多 現在高層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那邊的山景 會漂亮很多 沒錯 你就可以全部看完我們的泳池景 看著我們的中心 圓林區 我們再來看看我們的房間內部 這個護形的話 是一個三房兩位的設計 我們的公圍部分的話 它也是做了三段式的一個乾室分離 這邊是林浴區 林浴區 我覺得這個空間相對小小小 雜深一點 雜深一點 我們再來看看我們的這個兒童房 可以放一張米二的床仔 再安多一個櫃 如果你說不要這種櫃 或者直接做個私家訂製的話 可以放大小小的床位 現在第二間房 它做了一個小的塔塔米 其實整間房的面積大概有五個房 其實這邊可能如果不做房 做一個書房 其實是帥仔的 義務間都OK 對 或者其實兩房博一房 沒錯 兩房博一房就會很舒服 98房 沒錯 我們再來看看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 你一定有熟悉感 似不像中澳春城 沒錯 似不像中澳春城 那個護形就是這樣 對 85平方中澳春城的三房 一模一樣的這個主人房 這樣的設計 再來看看我們這個休息空間 這個位置其實它做了三櫃在那裡之後 我們整個休息區就會很大 三邊落床 對 淫理發揮 然後在這裡看出超近的泳池景 超美 沒錯 這個護形的話 98平方就會比我們85平方的總價多十幾萬 總價多十幾萬 不過我們的首庫都是多少少的 多兩萬多元左右 區別不大的 沒錯 沒錯 同樣的話 我們一樣都是八十幾萬的總價 已經含了車位 沒錯 八十幾萬 三房 大裝修 有車位 全部都含車位的價錢 沒錯 並且的話 它的首庫全部都是十萬元以內 你就可以輕鬆擁有 最低一點都可以做到五萬元 對 五萬元 你就可以擁有了 並且的話 我們的這個護形的話 因為如果你覺得 買在這些位置 我一年到頭住不了多少天 可能是節假日才來 那刁空響道就浪費了 那怎麼辦 找人幫我們租 沒有問題了 我們這裡的話 就已經是簽了好幾間的 民宿 民宿酒店 你就可以出租給他們 一簽的話 我們簽幾年呢 簽五年 沒錯 其中的話 它有幾種玩法 大家聽一聽 哪一種適合你 首先第一種的話 我們目前可以做到的話 簽五年 它就包了全屋的軟裝費用 然後包含了它的物業管理費 但是的話 它就要一年的免租期 所以你如果簽五年的話 它就給你四年的租金 每一個月的話 一千六百五十元 正收入 然後每個月都落袋慰安 每個月 不是季度比 是每個月都會比 那簽五年 你就實收四年的每一個月 一千六百五十元的租金 那第二種方案 第二種方案的話 我們軟裝不包了 軟裝部分 就要回我們的四萬五千八百元 這個軟裝費 第二個呢 就是沒有了我們這個軟裝 但是我們的出租的價錢 相對又更高了 高了 高了我們二百元 二百元的租金 對 八十五平方來說 我們現在的租金是去到二千元 這個就是第二個方案 不包括傢俱 第三個方案呢 你可以選擇有租金分成 這邊可以選擇二百分成 保底再加二百 你有幾種的一個選擇 三種方案 對 其實按我個人建議 因為目前現在的話 這邊的長龍是未營業的狀態 只有溫泉可以吸引客流量 如果選擇租金分成那部分 我覺得是風險灑微大些 最好就是每個月保底 保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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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只是我們自己的一個想法 即是比較安全的 這裡的話 你買了你可以自用的 如果你說自用的話 一年到頭住不了多少天 即是浪費了幾十萬 放在那裏 不會覺得不太有回報率 你可以選擇讓民宿托管 民營你去收回租金 你可以選擇店 自用都可以 我們去托管 在價錢的話 都是公開透明 沒有任何隱藏費用 不會托管的價錢便宜 不托管便宜 不是 都是這個價格 我們再跟大家說一下 85平方,三房一位,带了装修,精装修,交楼,包含车位,总价68万 首富可以做到10万以来的低首富,几万元就可以轻松上车 如果是98平方的话,总价大概是80万 80万同样都是带了装修,然后有车位 首富也可以做到10万元以来,可以轻松拥有 然后我们$119,000的那种就大一点 那种就大一点的,这种的话,托管暂时就没得托了 因为酒店民宿要不到这么大的货币 因为他们已经做过市场的调研,那些四房单位 他们用不到这么大,所以他们是不参与在出租那里 出租就租,这种货币没那么好租,这种是自用的 如果买那种,当然你总价也会高一点的 我们$8,000多元一平方,那你就去到差不多$200 $100多一点,所以价钱就会高一点的 这个你就自己衡量 如果是这边的,其实我建议买个便宜的小单位 其实有两种,如果是建议自己住的 当然大一点,98的,如果是拿来出租的,85的 其实都是最好租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 个人建议 最主要是看你们,可以吗? 我身后的就是这个银棧站 这个站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坐车,直接回到香港的西九龙 西九龙高铁站,非常之方便的,全程大概一个多钟 两个钟都不用,你就可以在清远直接跨城回到香港 交通很方便的 当然我们可以在这里坐车,现在全广东第一条磁船炮的列车 直接去到新的长龙站,我们在清远的新的长龙这里 两站就可以直达到长龙,非常之近的 这个磁船埠列车是我们的话,全国三条里面是广东的唯一一条 是广东的唯一一条,建议在我们清远的这个地方 很厉害啊,珠海都没有啊 广州都没有啊 是的,然后我们这里除了可以坐磁船埠列车去到新的长龙 还可以坐高铁回到西九龙 我们这里还会有轻轨的线路,因为这是一个中转大站 轻轨的线路的话,它会去到我们的深圳北 深谋高铁,茂浙博,然后去到广州南 然后也都可以在这里往全国各地有轻轨的暂点 它都可以去到的 所以你到时过来这里玩的话 其实交通就很方便了 未来在度假、退休、养老 你都可以接驳去到全国各地去游玩的 无需要担心出行问题 我们这里去到刚才我们介绍时代领峰的这个项目 距离是很近的话,三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过来 然后如果你们在楼盘,你们就可以坐这个公交车 坐公交车来到这里,两站的公交车 接着就乘车轻轨回家 或者你在香港那边过来的话 你就坐这个高铁来到这里之后 下车就对面浸完温泉再回家 非常方便 在这里浸完温泉再回我们清远的家 是不是很方便呢 我们这里的话 其实清远是属于一个发展中的一个城市 它会有越来越多的旅游资源配套 和政府也会加大对它的一个投资力度 将它打造成我们整个广东省更出名的旅游的城市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我们大湾区 在广东省内找一个舒适一点的城市 价钱又便宜一点 对,价钱又便宜一点 性价比高一点 还有玩又玩得开心 吃又吃得健康的地方 清远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六十多万的总价 几万的首富 两三千元的月工就可以在这里买一套大三房 每天都吃清远鸡 这里吃餐饭超便宜的 好了,我们今期就介绍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